从古代到未来的逆袭 第一章 意外的穿越 主角林宇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总感到孤独 偶然间 他在一家古玩店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古书 出于好奇 他翻开书页 突然眼前一黑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身处于一个古代王朝的朝堂之上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变成了小表弟李承的远房叔叔 并且因为家族的庇护 开始为李承的根基计划忙碌 凭借着现代的知识 林宇协助小表弟建立了政权 排除异己 终于让李承坐上了皇位 第二章 权力的转变 然而 当李承登基后 情况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他开始对曾经的支持者们展现出残酷的手段 尤其是对林宇这位旧臣 在一次朝会上 李承甚至直接点名 将林宇捉拿入狱 罪名是谋反 林宇在狱中感到心灰意冷 从未想过自己会被自己亲手扶持的表弟所背叛 看着日益腐败的朝廷 林宇暗自叹息 这次穿越的经历竟然如此无趣 甚至有些讽刺 第三章 电子音的降临 就在林宇沉浸在绝望中的时候 耳边突然响起一阵机械的电子音 城市自焦完成 宿主你好 我是万界互通系统 林宇愣住了 这是什么系统 他告诉他 因为绑定过程中的意外 将他送回了古代 而现在城市已经修复 将要送他回到现代 难道说我能回去 林宇心中一喜 随即想起了一件事 既然是你们的错误 那么我应该要要求赔偿 第四章 赔偿的谈判 林宇开始与系统展开谈判 他提出要获得一些未来的科技资料 数学理论和物理公式 还要求系统提供一个可以再生的虚拟空间 让他能够在现代的世界里自由发挥 宿主的要求已经记录 赔偿程序正在启动 电子音冷静的回应 让林宇心中不禁有些期待 那么 请将我送回现代吧 林宇大声喊道 第五章 重返21世纪 在一阵眩目的光芒中 林宇再次睁开眼睛 这次 他真的回到了21世纪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整年 他的身体依然如故 却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拥有了系统提供的未来资料 林宇的脑中充满了科学的知识和技术的前景 他迅速适应了这个时代 决定利用这些知识开始自己的创业之路 第六章 科技的革新 林宇开始研究数学猜想和物理难题 并且借助系统的数据分析能力 逐渐攻克了一些难题 他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专注于人工智慧和深海探索技术的研发 逐步成为业界的翘楚 我们的目标是要征服宇宙 林宇在公司会议上高深激励道 同事们也纷纷点头 激动地讨论着未来的计划 第七章 深海与太空的探索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 林宇的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深海探索和太空旅行的计划 他们设计了一艘名为真途号的深海潜艇 并准备进行首次的深海探险 在准备潜入深海的那一刻 林宇心中充满了期待 他想起在古代的时候 曾经希望能够改变那些人的命运 而现在 这一切都可以由他自己来完成 第八章 深海探险 真途号潜入深海 林宇和团队成员目睹了海底世界的奇妙与壮观 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从未见过的生物和未知的资源 这一切都让林宇兴奋不已 这将改变整个人类对深海的认识 林宇激动地说道 他知道 这次探索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启新的大门 第九章 挑战与困难 然而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资源的开发 林宇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挑战 商业竞争 政府监管以及资源掠夺者的威胁 让他的公司在经营中陷入了困境 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要用科技的力量保护我们的资源 林宇在会议上激励大家 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 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但他们更相信团队的力量 第十章 超越自我 林宇不断突破自我 深入研究各种技术 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他开始设计一个名为海洋保护系统的计划 旨在利用科技手段来保护深海资源 并且加强与政府的合作 推动相关法规的建立 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公司 更是为了整个人类的未来 林宇对团队说道 目标不仅是商业利益 而是整个生态的保护 第十一章 伟大的成就 经过不懈的努力 林宇的海洋保护系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并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人们开始认识到 科技不仅可以带来利益 还能够改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林宇站在公司楼顶 眺望着繁忙的城市 心中充满了自豪 从古代到现代 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改变了身边的人与这个世界 第十二章 回望过去 回想起在古代的日子 林宇已经不再感到遗憾 他明白每一次的经历都让他成长 而如今的自己 能够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对未来的挑战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 无论遇到什么 都要勇敢的向前走 林宇自言自语道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第十三章 未来的憧憬 随着科技的进步 林宇的团队计划启动太空探索的项目 他们将进一步开拓宇宙 寻找人类的第二个家 并且希望能够将地球的保护理念 带到宇宙中去 无论身在何处 我们都要守护我们的家园 林宇坚定地说 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 第十四章 太空计划的启动 随着海洋保护系统的成功 林宇开始着手准备太空探索的项目 他召集了科学家 工程师和企业家 共同成立了一个名为星辰计划的跨国联盟 旨在探索太空 寻找人类的第二个家 太空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必须要走出去 林宇在一次会议上激情洋溢地说道 他希望通过这个计划 推动人类的科技进步 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未来科技带来的便利 第十五章 克服挑战 然而 星辰计划的启动并非一凡丰盛 面对政府的监管 资金的紧张以及技术的瓶颈 林宇和团队不得不克服重重挑战 在一次技术会议上 团队的首席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如何在太空中建立稳定的生态系统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持续生产氧气和食物的系统 首席工程师皱着眉头 对于目前的方案感到困惑 林宇沉思片刻突然想到一个点子 我们可以借鉴水培技术 结合基因工程 培养出能在太空中生长的植物 这个方案受到了团队的热烈讨论 大家开始努力研究如何实现这一想法 第十六章 技术突破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 林宇的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水培系统 能够在微重力环境下有效的生长植物 他们在模拟太空环境的实验室里 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我们成功了 团队中的一位科学家兴奋的宣布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林宇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随着技术的突破 星辰计划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林宇决定组织一次大型的宣传活动 向全世界介绍这项计划 第十七章 全球的期待 在一次全球直播的发布会上 林宇自信地站在台上 向全世界介绍星辰计划的理念和未来展望 他提到 这不仅是一次科技探索 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要延续 未来的家园不再局限于地球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 林宇激动地说到 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 这次发布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无数人对于太空探索的期待与日俱增 林宇的星辰计划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支持 第十八章 启航的准备 随着计划的推进 林宇和团队开始着手设计第一艘前往外太空的飞船 探索者号 这艘飞船不仅具备先进的推进系统 还搭载了能够在太空中生长的植物系统 在制造车间 工人们忙碌地组装着飞船的各个部件 林宇经常到现场视察 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能完美实现 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林宇不断鼓励着团队成员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计划的重要性 第十九章 意外的挑战 然而震荡一切顺利进行时 意外却发生了 一天 林宇收到了来自政府的一封信 内容要求他们必须在计划进行的过程中 接受更为严格的审查 这是对我们计划的质疑 林宇不禁感到愤怒 然而她也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挑战 她召集团队 告诉大家必须保持冷静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审查 第十章 应对审查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 林宇和团队全力以赴 准备各项资料 逐步完善计划中的每一个环节 面对审查小组 林宇以强大的自信和细致的准备 成功地展示了 新陈计划的可行性与创新性 我们的计划不仅关乎未来的探索 还将为整个人类带来利益 林宇向审查团队强调 最终审查通过了 林宇心中如是重负 第21章 启航的时刻 随着一切准备就绪 林宇终于迎来了探索者号的启航仪式 在众人的见证下 林宇站在发射台上 心中澎湃不已 这一刻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林宇自豪地说道 他按下了启动的按钮 随着轰鸣的引擎声 探索者号驶向了太空 第22章 新的旅程 在太空中 林宇和他的团队将经历无数的挑战与冒险 探索未知的宇宙 随着探索者号的起航 人类的太空探索之旅正式开始 林宇在太空舱中 凝望着星空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他明白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 而是人类文明在星辰大海中的延续与发展 第23章 穿越星际的思考 在航行过程中 林宇与团队面临了各种问题 无论是技术故障还是意外的太空垃圾 这些挑战让他们不断成长与进步 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危机后 林宇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从古代的穿越到现代的奋斗 这一切都是一个循环 我应该如何利用我的知识与能力 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更多贡献 这个问题始终盘旋在他的脑海中 第24章 寻找新家园 在一次与团队的会议上 林宇提出了寻找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的计划 他希望能够不仅探索太空 还能寻找新的家园 让人类在未来能够在宇宙中生存与繁衍 我们要为未来铺设一条路 林宇坚定地说到 团队成员都点头赞同 第25章 人类的希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探索者号的团队不断寻找合适的星球 进行各种实验与探测 林宇不断激励大家 让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自己在这个计划中的重要性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将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 林宇在一次会议上强调 第26章 遭遇困境 然而 就在他们即将找到适合居住的星球时 却遭遇了更大的挑战 飞船的一个重要系统出现了故障 导致他们无法继续航行 面对即将陷入困境的局面 林宇与团队不断讨论对策 努力修复系统 我们不能放弃 必须找到解决方案 林宇在危机时刻激励大家 第27章 突破困境 经过几天的努力 林宇和团队终于成功修复了故障系统 飞船得以继续航行 在大家的团结努力下 林宇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 也深深体会到了合作的重要性 这次挑战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林宇感慨到团队的信心再次被激发 第28章 星星球的探索 终于在一次星际探测中 他们发现了一颗名为新地球的星球 林宇和团队无比激动 这颗星球拥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并且资源丰富 我们找到了新的家园 林宇高喊 整个团队都沉浸在兴奋中 激动不已 第29章 未来的计划 随着对新地球的探索进一步深入 林宇开始制定长期的移民计划 他希望能够将人类的科技与文明 带到这颗星球上 开创新的未来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冒险 林宇充满激情地说 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第30章 迎接新生活 随着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 林宇和团队开始准备在新地球上 建立人类的第一个基地 在这个陌生的星球上 他们将面临新的挑战 但林宇相信这是为了人类的未来而战 我们将携手创造新的文明 林宇对团队说到信心十足 结尾 未来的延续 随着人类在新地球的落脚 林宇深知这仅仅是个开始 他将持续探索未知的宇宙 追求更高的理想 并为人类的未来而努力